Hello,大家好,时间非常快,又是一个新的星期的一个开始 So,明天这个星期一,希望大家能够以最佳的状态来迎接未来种种的这个挑战跟机遇 So,最近全球新冠肺炎是比较严重 你可以看到最近全球确诊人数飙了上来 然后死亡人数一度一天全球超过一万人 很多人死掉了这一次 目前全球确诊人数高达5441万 1995个人 死亡人数现在是高达131万 9446人 美国 最近你看到特朗普他的支持者 走上街头示威非常多的人群 因为他们拒绝承认特朗普落败 当然特朗普本身有人注意到 最近他的头发似乎变得比较灰白 因为我们知道之前特朗普他的头发是金黄色的 但是这次他输掉之后 然后隔了一段时间 他才终于露面 一些人就注意到了 他头上的头发似乎变得比较灰白 看上去似乎会比较长老 特朗普 然后有人就戏称 就是他输掉之后压力三大 才会有这种反应 当然我们人的头发 如果一些很短的时间突然间变白 其实不是太好的事情 一般上只有一个人受到很重大的打击之后 他的头发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变白色 特朗普 所以他就被人家拿来讲 但是他当然他现在的压力是相当相当的巨大 然后双方目前也聘请了非常多的律师 要来介入这一次的选举 然后后续的发展 当然我们还要看 因为他的团队号称 这一次的选举是非常的肮脏 非常多的舞弊 但是很多人也是说你必须要拿出证据 这就是美国现在的现况 政治上不是能够很平稳的交接权力 到底过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美国当然他目前疫情也比较严重 现在确诊是1122万 6218个人 然后他的死亡人数已经破了25万 现在已经来到251,256个人阵亡了 白西亚方面 我们最近都是四位数 然后今天又增加了 1,208个人确诊 我们确诊的总数是来到47,417人 然后死亡人数又增加了3个人 所以我们死亡目前是累计309个人 好 今天来跟大家先谈一家红筹股 什么是红筹股啊 简单来讲就是中国大陆的公司 那些选择在布萨挂牌上市的这些中国公司 我们称之为红筹股 英文是Red Chip这些公司 所以这家公司的名字 Sitterland Holdings Unlimited 就是XDL 它的一个Code 所以提到红筹股 当然之前我偶尔都在我的分享 视频里面会提到 就是红筹股 其实过去以来 我只能说给大家的印象 不是太好 因为红筹股啊 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啊 就是公司的现金水平非常之高 非常非常高 OK 甚至有点高到离谱 所以这些红筹股现金那么高啊 但是当它的股价跌到很低的时候 你也没有看到啊 Director有买进啊 然后啊 Company也没有做什么share buyback了 当然市场上一些人 就会发出一个声音 一个论调 就是说 到底这个现金水平 我们能不能够相信了 OK 这就是之前 可能红筹股啊 市场对它的一个印象 当然这家公司 XDL 它是比较特别了 OK 因为它之前4月份的时候 它是宣布 它要进军 这个布的口罩 就有点像Prolexus啊 OK 这个布的口罩 这个行业 所以啊 当然之前 它做了这个宣布之后 股价也是啊 直接反应了 OK 有充了一些上来 所以啊 前天当然 它是啊 回调下来的 OK 它就跌了一个10.5% 收在8.5分的一个价位 所以你看回啊 9号的时候啊 就是4天前哈 啊 这个月9号的时候 它的股价才5.5分 也意味着啊 短短4天的时间啊 它的股价从5.5分 飙到前天的8.5分 4天啊 涨了一个55% 这是啊 非常夸张的 啊 因为这种丈夫 其他公司 可能你要等上一个三年 才会有 把它竟然在啊 短短4天做到了 当然啊 成交量也相当之巨大咯 因为它的股价也是 OK 8.5分哈 没有到一毛钱啊 可以说是 啊 仙股中 这个仙股 当然不止 XDL啦 听多 其实这些中国的公司啊 只能说 他们的股价 啊 相对啦 OK 之前啊 大多数 其实都是比较啊 属于仙股的行列啦 OK 他们的股价都会偏低 So XDL啊 实质而言啊 它是1.8亿的一家公司 NTA 当然啊 很多红筹股也是一样啦 就是它账面上的NTA 其实是非常多 它每股资产是高达8毛钱啊 远远超过它的股价 PE 按照它的啊 账目的一个profit啦 它的PE现在是啊 割位数只有8.38 然后它账上啊 宣称公司的现金啊 净现金哈 手上的钱是高达一个8.6亿 OK So 这家公司啊 市值哈 竟然只有一个1.8亿啊 可是它的现金在手8.6亿 So 这就是啊 红筹股这个现象了 OK 很多啊 中国的公司都有这个现象 啊 啊就是现金水平相当之高 So 其实啊 如果我是它的股东的话 啊 去它的agm 我一定会问一个问题哈 现金那么高 啊 希望可以大方派息了 OK 派一个啊 高的一个股息 也能让你的啊 股价会比较高 OK 如果我是股东啊 我去agm 一定会做这一种啊 反映 然后啊 current ratio 当然12.45倍了 基本上啊 按照它的账目而言 啊 是非常健康的 这一家公司的债务水平 那至于业绩啊 8月28号啊 它已经YOY回调了两个季度哈 OK 因为啊 大环境不是太好 然后它的收入啊 YOY其实是有所降低的 好 这家啊 中国公司啊 XDL 它本身啊 主要的业务啦 它是做鞋的一家企业 OK 制造这个鞋 当然它主要是啊 两种鞋哈 啊 运动鞋 OK 运动鞋跟休闲的鞋咯 主要是这两种 所做鞋是它啊 主要的这个业务 当然自家公司XDL啊 之前内部有做了一些啊 调整哈 然后他们也啊 终于发行了这个 ESOS的股票 所以之前它也发行 非常大量的ESOS的股 它发行了啊 4061万哈 这个啊 ESOS的一个股票 然后啊 我刚才说了 就是4月份的时候 他们宣布要进军 这个啊 布的口罩 这个行业 因为我们看啊 Prolexus的业绩的话 我们看得非常清楚 就是啊 布的口罩的margin 非常之夸张的高 因为啊 成本非常低哈 当你做出一个布的口罩的时候 但是你可以卖到非常高 那个价钱 margin相当之高 然后他们之前宣布了 他们会啊 设立一个新的部门 叫做啊 材料技术的部门哈 这个啊 新的部门 然后他们会跟啊 他中国的啊 另外一家公司啦 就是专门做啊 口罩之类业务的 他们会跟这间公司 可能买他的一些啊 原材料啊 等等哈 OK 然后他们要本身来做这个布的口罩 所以之前这个消息一下啊 出来啊 当然啊 直接刺激到咯 XDL的一个股价的一个走向 好 我们来看啊 8月28号啊 最新业绩 就是啊 3rd quarter financial 20年 so revenue啊 收入方面是 YOY啊 减少了46.6% 从啊 去年的1.3亿啊 到今年只剩下6914万 他说啊 主要是疫情的关系哈 新冠肺炎 所以没有办法 他今年 他卖的这个鞋的销量啊 OK 都是啊 降低了下来哈 OK 那个数量是降低了非常多下来 so他的啊 profit啊 就啊 减少了非常多了 就是去年 他还赚一个791万 来到今年啊 他的profit就跌了一个95% 他这个季度只是赚了一个38万 OK so张望未来哈 在啊 6月3号的时候 他跟一家公司做了agreement 啊 这家公司就是C-Zera Polymer OK so他跟他啊 做了一个合约啊 就是他要啊 委派C-Zera这家公司 来啊 作为他们的批发代理商 因为啊 C-Telang他说咯 因为啊 也是他们看到疫情的关系 so他们啊 可能哈 他们会一个新的啊 一系列的产品线 这个产品线是叫做啊 个人防护的一些服装 OK 个人防护的一些服装啊 这个是他们比较新的一个啊 系列的产品 当然也包括还说的布的口罩之类的一些啊 PPE啊 个人防护的用品 所以他就啊 跟C-Zera Polymer做了一个合约 就希望可以委派他们来做啊 批发代理哈 他们这种个人啊 防护服装这一系列的一个产品 所以啊 总的来讲哈 OK 当然 西德朗的股价这几天是非常夸张 他的量啊 相当之高 OK 四天 他的股价起了一个55% 当然你按照他账目上的数字而言 他的资产是非常多了 NTA八毛 PPE啊 现在个位数8.38倍 然后公司号称是啊 进现金了 他啊 他的啊 Financial Report说 他的手上的现金有一个8.6亿在那边 啊 可认为说12.45倍啊 手他的账目上的数目 其实是啊 相当健康的 当然啊 业务展望而言啊 我个人觉得因为他做鞋的这个业务啊 啊 啊短期当然咯 就是啊 新冠肺炎那个冲击 因为你看像啊 你说运动鞋也好 对吗 就是for那些运动的人穿 所以这段期间啊 当然我们知道像很多健身中心哈 那些gym 都fitness的那些center啊 都啊 不能够开门做生意 为了防止病毒的传染 然后啊 可能在一些红区啊 甚至一些啊 你说运动场的公园 等等 可能也是处于一个啊 封锁的一个状况 所以运动鞋的销量 这段期间啊 当然是啊 会受到影响了 没有办法 所以我只能说啊 做鞋的这个业务啊 他必须要等到 到时候啊 疫苗问世之后 等这个病毒慢慢消灭之后 他的展望才会啊 变好了 OK 当然啊 讲这样多也是哈 而且他事业份 所谓布的口罩的业务 啊 我们也希望能够啊 尽快看到这个贡献啊 进来了 OK 未来啦 或许某个时段 我们就会看到 不过个人觉得啊 是需要时间的了 他的啊 布的口罩哈 虽然是说啊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 在这边啦 OK 因为他们也是要 venture去生产 那些所谓的防护的一些啊 服装哈 一些用品等等的啊 这方面的一个产品 so呀啊 讲讲多 当然最后啊 disclaimer四个字 就是啊 买卖支付 OK 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啊 这四个字啊 买卖支付 好 我本身啊 不停在做一个选股服务 就是James Stockpick 啊 每个星期我会寄出一份 by call的报告 上面啊 会有几家公司 啊 我根据这个价值投资 基本面来啊 做一个选股 走前天 当然非常多 我的by call回酬 是非常啊 不错的 像啊 Carex啊 占了一个10.9% 说在86.5分的价位 因为Carex啊 最近他做了一个宣布啦 就是美国的 global protection 这家币运套的公司 剩下30%的股份 他们要跟他买断 OK 要花4230万哈 买这间公司 剩下30%的一个股份 我之前by call啊 44.5分 他也分了股息 1.5分 啊 这一年来 也是有98%的回酬 啊 其他公司 可能你要等上4年 啊 才会有 当然啊 还有其他by call 这边不说了 so啊 非常欢迎 你可以来 join一下啊 这个选股服务 然后每个星期 你会收到我的by call的报告 我会根据啊 各方面哈 基本面啊 管理层啊 公司的现金流资产 负债表 债务水平 然后啊 股息政策啊 都会纳入一个考量 当然最重要是公司啊 未来的中长期前景 必须要好 然后要强调 这也不是短期投机的那一种 我会sunchest啊 by and hold 两年左右的时间 两年后 如果全球经济 vshack反弹 如果啊 12支疫苗出来 灭掉病毒 如果这些公司能够啊 未来赚更多钱 发展更好 我会说啊 其实你赚钱的机会 是相当高 然后啊 你潜在的回酬 也不会低 啊 所以我非常欢迎 你可以直接啊 whatset我 或者email我 我的whatset 后把一个email 在下面的description 甚至你直接在啊 我的facebook啊 pm我都啊 非常非常的欢迎 好 今天视频分享 暂时啊 聊到这边 最后就会你们觉得 这个啊 视频有有用的资讯啊 记得把它啊 like跟share入去 也希望可以让更多人啊 受益 当然啊 最后也要感谢大家抽出时间啊 这边收看啊 我们再会 拜拜